市長 各位大家好 麻煩主席請一下我們的曾市長 市長 還有我們方養鈴組長 方養鈴組長 以及我們的趙局長 趙局長 市長 剛剛報告的時候 對於高齡駕駛的問題 你並沒有做正面的回應 當初我是質詢這項最早的人 因為台灣現在老化人口非常的多 老年人這個老化 尤其在腦部的老化方面 在反應上面是會比較遲鈍一點 這是自然現象 另外就是說心血管的問題 老化也是其中一項之一 所以對於開車上路 如果在中途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發生事故 所以我們特別委員有針對這項要求做一個限制 那你現在交通部的態度是怎麼樣 能不能明確講一下 跟委員報告 包括委員在內的多位委員都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交通部對於這樣的一個方向 這樣的一個法律修改的一個建議 是完全認同 而且認為有必要 那至於是80歲還是幾歲 因為我們辦了市場全國的分區作談會 那你現在就 你說認同 認同了半天 你要辦了這個公聽會 是嗎 我們正在整理 結果是怎麼樣 是否決所有委員的體驗嗎 大家都認為需要 但是到底應該是幾歲 然後應該管到什麼樣的強度 這部分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再徵詢專家 然後再做最後的一個 那徵詢多久 現在就要修法了 我們希望在今年上半年能夠完成 他不需要修改條例 在我們的辦法 你們就可以來發布實施 這部分我覺得應該要審慎一下 第一個 保障這個開車人 更重要是保障所有的周遭的人 因為一個人開車狀況不好的時候 影響所及周邊的人都會受害 好不好 所以不要等閒失之 好不好 尤其台灣的老化人口非常嚴重 將來大概開車上這個道路的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人 所以有必要對這個部分多加強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指教 那所以說 以你目前的看法是應該會朝向哪一個方向來做抉擇 目前我們收集到的意見 大概都認為需要設定一個年齡 在到達一定年齡就需要確定他身心狀態 大部分都認為在什麼年齡會是 大概有七十八十 大概這樣都有人建議啦 所以我們還要徵詢專家的意見 參考其他國外的一些 當然現在醫療還有保健都很重視啦 人的這個健康的 要不然我們就是規定一個年級 然後如果自認為自己身體狀況很好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樣個別來申請 那這樣不就得了嗎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看法是跟委員類似的 我們並不是說不同意他開車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限制 那如果你認為你可以通過種種的檢查 我可以來要求你給我多 至少我可以繼續來行使這個駕照 需要做身心狀況的一個判定 好我想你們儘快把辦法定出來 免得一大堆人在那邊擔心好不好 好 接著呢 我想問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那個汽車強制險的投保率多少 方組長你呢 你知道嗎 汽車強制險 這個是金管會的業務 是嗎 是 那機車的部分呢 汽車將近99 不會吧 你們應該知道吧 汽車的強制險投保率 應該警察單位會抓 包圍應該強制險的部分 汽車投保率應該有99 那機車大概77%左右 現在問題在機車的這個部分比較嚴重 我建議因為機車它的這個機動性比較強 所以機車的這個強制險 因為其實它的造勢率還蠻高的 自己受害率也很高 因為它畢竟跟汽車 發生這個車禍的時候 它的受害的可能性高 所以我要求你們 像這種機車的強制險 保護這個騎機車的人 也避免這個受害者 無法求償 所以我要求你們 這個部分 你們那個罰者的部分 應該要暗次累罰 在他還沒有投保之前 如果他有這種情形 應該要加強好不好 想一套辦法來 讓這些人趕快去投保 因為台灣實在 行駛機車的人非常的多 另外這個機車跟腳踏車 最容易造勢的通常 以我的經驗是逆向行車 那逆向行車 他們通常都是在 鄉鎮市道的 鄉鎮道道路的時候 因為方便離家不太遠嘛 然後繞一個圈圈很麻煩 乾脆就怎麼樣逆向 或者在對向 馬上就可以到家 乾脆就怎麼樣逆向走一下 不用怎麼樣繞圈圈 所以鄉鎮市或者巷道 通常都是腳踏車 跟機車容易逆向 逆向有沒有罰則 有 逆向是怎麼罰 45條600到1800 但是你們這一項查查的多嗎 是我們警政署 十項重大交通違規的舉發項目之一 我知道我經常開車 我喜歡自己開車 我了解一下路況 真的比較少 常常突然間 突然間逆向衝出來腳踏車 真的是把人家嚇到了 但如果說有一些鄉鎮市 你警察不可能有那麼多隨時在站崗 那些監視器要隨時調出來看 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一下 這些方面的加強好不好 如果民眾有檢舉的 我們一定都會開單告 不要等檢舉嘛 你們監視器隨時要注意一下 只要有發現 不要因為不要等到他造勢 或者他發生車禍的時候 才來檢舉 好不好 這是保護他 也是保護周邊的人 好不好 OK 好 好 剛剛有那個葉金委員有提到這個 這個化學車的這個部分 請回去 那個曾市長 我覺得這個非常嚴重 這 一定要注意 因為我們在遊覽車的這個部分 特別要求他有時間限制 超過一個時間他必須要休息 那 在高速公路上 這種 這種大型的 這個 水泥車 或者是 這種潮車 或連結車 很容易 超時 通常都是疲勞駕駛 疲勞駕駛 最主要原因在於 他長途 所以這個現實 還有就剛剛 這個葉金委員提到的這個 加強他的這個 這個安全的維護 因為他不是 自己造勢就了得 但一旦發生爆炸的時候 那是整個區域性的受害 好不好 這個部分 你剛剛已經答應要把那個時間 那我希望 這個疲勞駕駛這項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特別先是 馬上就要要求了 大型車職業駕駛的 公時規定是一體試用 包括遊覽車 不是 他公時 我跟你講 他們都很懂得怎麼樣自己調 我現在就 像遊覽車 當初我們就舉這個 這個挪威的例子 我們到挪威去的時候 他時間一到 他就給問你停下來 他說 我計時 他上車上就有一個計時器 我開35分鐘 我必須休息 10分鐘 就在荒郊野外 就給我們停下來 我們也不能下去有沒有 就是必須讓司機 在車上怎麼樣休息10分鐘 然後沒有人敢講話 我們以為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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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到了沒有啊 荒郊野外也沒辦法出去又下著雪 就在車上裡面就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啦 你一定要 你給他那個時間他可以自己怎麼樣 調整 你要求啦 我認為這種有危險性的東西 真的 車上就是一個計時器 然後一上車就告訴所有的乘客 我們 這個司機幾分鐘以後會休息10分鐘 不管他開到哪裡 因為有時候會塞車或什麼 時間到你就要給他休息 就這樣子 好不好 是是 我們會教養機場 因為人體的生理結構 他是固定的 到一定時間他就會有疲勞的狀況 好不好 這些呢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找麻煩 可是這個是怎麼樣 最安全的辦法 我們在現在聯合機場裡面已經把這個 機場項目了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現在那個U-Buy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 時代在改變 他們的管理辦法 可能也需要再去輔導他們 才會有競爭力 你 我們一方面說要檢舉這個U-Buy 但是實際上 民眾還是會選擇最方便的方式 尤其是年輕人 對他來講 去哪裡叫車 他覺得他只要怎麼樣 在他的手機裡面 可以行使他所要的東西 所以說 這個U-Buy的這個叫車服務 會 會敢於 堅持下去 最主要原因 他認為他將來會有市場 所以我也建議你們 對於這個傳統的這個計程車 服務業這個部分 也應該輔導他們 好不好 請他們重新調整一下 因為在那邊排班也好 或者什麼 在這種方式 將來可能 他們會面臨極大的考驗 即早做一個因應好不好 要不然的話 生意都被國外的人搶走了 對 計程車升級的部分 我們也會拉入我們政策 除了就是說抓他們目前的違規以外 我認為 即早做一個因應也是一個辦法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我們桃園燈會這個爭取到這個主辦權 那個高 那個我們公路總局的趙局長 其他人先回去 趙局長 我要跟你講說我們桃園的交通狀況非常的糟糕 尤其上下班的時候 大部分 因為桃園的房價比較低 發展比較晚 所以台北新北到桃園來買房子的人很多 那真正開車的人比較少 尤其在新興社區裡面 我之前再跟你說過 就是說第一個 我希望你把地方政府 因為這個北台灣三大城市 現在都已經是直轄市 所以他已經可以有一個市政府的單位就可以統合 那我比較建議你 跟這個新竹 苗栗當然是還稍微遠一點 新竹也經常是人口流動 這個非常多的一個地方 把這整個市區的公路 公路然後這個客運車 做一個統合 然後跨這個市區的一個連結 那麼他們會碰到的 有很多時候是法規上的問題 另外就銜潔點的不夠多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還要再跟高工局 這個 這個入權使用的問題 入權使用包括我們的高工局的部分 另外就是跨縣市的入權的 這個分配 那入權分配我覺得現在呢 那個資訊整合 非常容易 所以我建議你們 應該做這個整體性的整合工作 那至於這個 彼此之間的責任跟 這個經費的這個分拆 這個其實是可以來談的 所以不要再局限在地域性 要不然的話我們燈會要辦的話會跟台中一樣 是我們會來強化那些客運 結果 公共醫學的結果 統合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